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来到现场 节目组交给了我一样东西 说这就是一份来自咱们福尔井脉山的礼物 很神秘看着 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茶叶 好 这上面这两条是什么 筷子 加着茶叶吃 辣条 就着茶叶喝 标签吗 标签 跟茶叶一块泡的 所以这个 看上去很简单 但是具体 是什么样的礼物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包装 这上面的每一个东西有什么样的含义 今天我们要请来的这位开奖嘉宾 也是把这份礼物 为我们带到现场的人 他见证了这一次申疑的整个过程 掌声有请我们的开奖嘉宾 井脉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申疑文本首席专家 陈耀华 掌声有请 陈老师 师哥您好 师哥您好 谢谢各位 请坐 我这一上来 先攀一下诗门 陈老师是从上学到毕业到工作 这么多年就一直在北大 对 您在北大待了给我多少年 我是83年进入到北大的 83年 今年正好进行49年 但40年您见证了好几个申疑的项目 对 而这个普尔济麦山 是您最近刚刚完成的一个 对 那您在整个这个申疑的过程当中 去那个地方也是不计其数吧 对 我们有50多次吧 13年50多次吧 但是我告诉你 13年 咱们的团队 这个文本修改了是 一共写出了12版 对 最后我们 邀给世界遗产组织的中文的字数 16万字 我们刚才猜了半天 大家猜这里面肯定是茶叶 对 但是让我们比较困惑的 是这两根辣条 不是辣条 就这两根长得像辣条一样的东西 它是干嘛用的呢 这个您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这个正式面叫做茶茧 就以茶做的勤茧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茶茧啊 它可是我们生意里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茶在我们景白山生活里面无时无刻不在 景白山人民要比如说有一些重大的事情 或者一些重大的仪式 比如说萨老师我们尊贵的客人 我想请你来 我就送给你这个叫茶茧 上面包装的是竹子 竹叶 啃的绳也是竹子的蜜 竹蜜 对 然后呢 这个两个呢 是辣条 不是 我们说的辣条是那个辣椒酱的辣 是那个啃的那个辣条 辣椒的辣条 这个是那个辣条 对 点可以点燃的那个辣条 笑不掉 我差点拿起来就啃了 这个辣条很多是在于我们一些宗教仪式上面要用的 所以收到这个以后 你一定要去 我们在座的观众朋友也希望 一定欢迎大家去景白山 但他们为什么会用竹叶子来包这个茶 我听说不是种茶叶 好像竹子对茶灵是有影响的 就一般比如说你要是种茶的话 旁边如果有竹子 可能是要清除掉的 对 赵老师其实给大家说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养护茶灵的生态智慧 这个竹子呀 会跟它 它的根系比较发达 它到处串的话 你想我们这个古茶树怎么生长呢 所以我们景白山的鲜明 很早地就发现这个 所以他们在茶灵里面呢 会选择性地保留一些高大的桥木 比如说花特别香的 这个花味到茶里面呢 就有各种茶的花香 相反的对这个竹子这些挤占我们古茶树生长空间呢 它就会及时地把它清理掉 所以呢 竹子很有用 但是不能进茶园 所以你看这生活这一环扣一环 就从一个茶叶能够讲述出这么多的故事 所以难怪您说在生怡的过程中 这个茶包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据 对 是吧 是我们生态智慧的一个 就是我们养护茶林 它种茶有智慧 养护茶园它也有生态智慧 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养护茶园的一种生态智慧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井脉山这个世纪遗产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您再跟我们科普一下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列入这个世界遗产名录里面的 是叫普尔井脉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呢 其实在世纪遗产的概念里出现的比较晚 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 就像我们井脉山 这里面有很好的自然条件 又有人文的长期的作用 所以它不单纯是自然 也不单纯是人的文化 而是人和自然共同的作品 说明了我们井脉山的人民 茶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现场我们有几位年轻人 每个人都带着自己 对咱们这一项世界文化遗产的好奇 包括对您和您的团队的好奇来到现场 现在可以每个人把你们的问题 总结成一个关键词 来和老师交流 谁先来 小萨学长好 你好 陈教授好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关键词叫做 中国茶上大分 我们知道在国际传播里面 茶一直都是中国人的骄傲 大家一提到茶叶 我们会想到浙江福建 我们有大红豪西湖龙井 铁观音对不对 大家知道井脉山是在哪儿 产什么茶 其实大家不那么了解 甚至我去查了一下资料 井脉山都不是云南六个主要产茶区之一 这样一个隐秘的在中国西南边陲的古茶林 凭什么就成为了全球首个茶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呢 就这个外啊 十六万字才能回答 你知道吗 联合国问的也是这个问题 我们十六万字主要就回答这个问题 在世界和中国这么多的茶园或者茶林里面 井脉山谷茶林有它自己独特的 我们叫全球突出的普遍价值 在现代庄园茶出现以前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茶呀 我们可能都是庄园茶 对 就茶园 一排一排的那个茶树 这个出现以前它很高产 对 对 就像这种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日本的宇治茶 大家看到这个台地茶 对吧 它就是像我们梯田一样种的 我们可以看中国的五一山的 这是大家印象中比较熟悉的茶园 但是呢 我们这个是独特的 在现代庄园茶出现以前 早期的零下茶种植的独特见证 首先这个它叫林间开垦 就在森林里面开垦 大家看到图上面五个最深绿色的 它就是五片古茶林 中间都是分割开的 并没有五片连成一大片 对吧 对 分开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想想 种群分散 还有那个 一旦有人生病 不要全部传染 防虫防害 对 对 对 第二个呢 防护 就是冬天如果全把树森林砍光了 冬天啊 冷空气过来以后 风速很快 它穿过古茶林的时候 容易把古茶林冻伤 有了这个高大的桥木森林挡的呢 所以很有效地防止它冬天冻伤 然后呢 每一小片之间 我们叫做林下种植 原来高大桥木 有力地留下来 不力地砍掉 然后呢 中间这一层 我们看到的就是它的 茶树和灌木层 我们经常说 你们看看前面的树 哪个杂树 很多同学跑去 哇 这么高的茶树 其实它指的最大的 根本不是茶树 所以它的茶树 已经完全融合在那个环境 对 它中间层是茶树 底下还有草本层 这么多有什么好处呢 上面的落叶掉下来 腐植 成了腐植 底下的草本 中间腐烂了 它也可以为茶树 中间这层茶树 提供很好的养分 另外呢 土耳茶有一个特点 它大概的采光度 在70%左右 它是长得最好的 它喜欢光影斑驳的那种 对 喜欢那种气氛 所以我们古人 当然一上了 也不知道这个 慢慢摸索 慢慢摸索 发现这样的话 我们茶树长得最好的 它有很高的生态智慧在里面 那么第二个 就是土地利用的方式 中间是村落 村落周边是茶林 茶林外面是森林 茶林在二环 森林在三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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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老师讲得非常形象 另外呢 垂子利用上 我们三地的垂子 在不同的海帽高度 做它最合理的用途 比如说最高 我们1550米以上 这么高的上面 它就不种茶了 干什么呢 就是维护它森林的原来的特征 涵阳水源 然后这居住周边的古茶林 基本就在1300到1500这个高度上面 它有现代茶 台地茶 它种的这些农耕的耕地 水稻靠着河谷 它在不同的高度上 平面这两个维度上 非常合理地在利用的 非常有价值 所以我觉得呀 我要是联合国官员 刚才您这一段话 我就批了 不用16万字 谢谢老师 我叫海雅琪 是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城乡规划专业的 移民大一行神 小学妹 大一 对 在我的认知中 我觉得这个圣衣工作 就应该是把这个历史脉络 整理清晰就可以了 我记得就是 程老师 您上一个这个圣衣工作 就是这个江苏延城 黄海世界这个圣衣工作 您一共花了三年的时间 那么锦麦山这个圣衣工作 您现在后花了13年的时间 我就很好奇 说这其中到底是 难在哪儿了呢 为什么比其他的项目 多了这么多好几倍的时间 投入进去 我们一个世界一场申报 最快的周期就是三年 那锦麦山呢 说起来 为什么要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刚开始 我第一次去锦麦山 是2011年的3月14号 去一看 大家就觉得 哇 这个地方 这么连片的古茶树 这么好的村落 保存得这么好 太好了 接受这个任务 我觉得 这个任务光荣 但是简单 我们可能几年 就把它生意上去了 三年保送 对 保送 但后来实际工作中 发现 不是 第一个碰到的就是 我们文献的短持 因为民族地区 它原来 布朗族就没有文字 所以关于布朗族的 迁徙的历史 歹族的历史 什么是来这个山上的 没有 因为它没有文字而言 不像我们汉多地区 找个地方去 实在不行 找个牧之名 后来我们就为了 这个去缅甸 去很多地方 乡近的地方 查我们布朗族的 清醒的历史 歹族的历史 后来终于在一个 缅世的禅碑上 找到了一些依据 所以这个我想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实际上真正的 最重要的是 技术上的困难 低利有低利的难处 没有东西可以参考 因为查一说 特别宽泛 我就说从种植 一直到最后贸易 都可以有要素在里面 但是究竟哪些 在减埋山是最重要的 要列入遗产要素的 就这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一直讨论了 十几年 到最后申报之前 才最一定确定 我们的古村落 我们的这个古查林 还有呢 我们的分割防护林 这三大类是遗产要素 你想啊 这是一个动而漫长 动一个艰苦的过程 我们其他的 更不用说了价值 怎么来确定 符合哪几条标准 这个价值标准 大家都知道 世界遗产的标准 不是说哎呀 萨老说这个好 刚才萨老说了 我要遗产组织官员 我肯定批了 行不通 为什么 他要进行广泛的 国际对比的 我一直就这么膨胀 您慢慢习惯就好 所以我们说 这个符合第三条 这个符合第五条 它又省什么价值 光自己说好 那不行 要不大家都说自己好 都成自己遗产了 要进行广泛的 国际的对比 所以我们需要 把世界上所有的 包括农业遗产 葡萄酒的呢 咖啡的呢 种粮食的 都得拿出来比较 印度的阿萨姆的茶 也很厉害呀 对吧 日本的宇治茶 人家也在申报遗产 要跟他们比较 通过比较才能说明 我说的价值是对的 所以这个工作 实际上也需要 做很长时间的研究 基础的学科研究 那么第三个 这个里面就讲的 它是一种叫活态遗产 我们这里有这么多人 有六千多人 生活在井牌山上呢 他们要生产 要生活 要发展 对吧 这个势必就给我们一些 传统风貌会带来影响 老板铁说 我要盖三层的房子 为什么这让我盖两层 我要盖水泥的 你为什么这让我盖木头的 所以这么多年生亿的过程 实际上我们也是在 不停地跟我们的社区的群众 大家在商量 我们怎么既能发展好 又怎么能够保护好 能够符合我们 世界里坛的要求 这个需要充分的过程来沟通 都是一步一步 慢慢走过来的 陈老师好 萨老师好 你好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关键词是 神奇动物在这里 井脉山是生物 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 也是一个非常令我向往的地方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 昆虫爱好者 昆虫爱好者 对 甚至我在家里 喜欢饲养一些小昆虫 比如说螳螂 我给大家放一张 我饲养的螳螂照片 这种螳螂 井脉山就是有分布的 大家能看清楚 那个叶子 上面挂着一个 黑乎乎的东西 那就是一只螳螂 就像个枯枝一样 对 这是它的一种米态 对 假如你站在它的左边 然后往右边慢慢地缓缓地移动 它会跟着你转 对 它在观察你 它会观察你 如果你转到180度了 它还会马上转身 急转身 换一个脸 看着你 看着你 对 其实这个东西 它很脆弱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 给人感觉它就 非常怕社交 这是很神奇的 是 我想在这个 深移成功之前 井脉山自己的朋友圈 本身是一个比较静谧 没有人类打扰的环境 但是从这个十一假期 井脉山已经火爆了 旅游软件打开 井脉山永远是在首页的 而且深移成功四个字 足以吸引人们到点去 对 你会担心人类过多地打扰 人类过多地打扰 会不会把一些小朋友们 吓到退群呢 怎么能把属于井脉山 自己的生态继续持续下去 这个问题吧 很有意思 我刚刚得到的消息 他们今年的十一期间 游客差不多每天 就三千五百人左右 达到它的极限 已经到接待能力极限 那么这个实际上 我们在做私底一场 申报的时候 就需要对这个问题 有考虑而且有对策 因为我们的古查林 它不是独立地存在的 它是依托着周边的森林存在的 所以也可能是森林里面的 这些小动物 那它对遗产来讲 就是遗产的环境 就是环境的保护 那么所以我们当时 在做遗产的时候 就考虑到这些问题 在保护管理规划里 对这些就有一些 基本的一些想法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说的 景埋山的这个旅游 它这里面不是全空间开放 我们叫有限度开放 自己遗产 要有自己遗产的底线 哪些游客行为可以 哪些不可以 这个是必须非常清楚的 不是哪个查林都能进去的 谁都进去踩一脚 土壤都踩板机了 这个茶树不都死掉了 人家怎么生产呢 对吧 人生产场所不是景区 我们再举个很典型的例子 大家以后去景埋山 只有一片古茶林 是对外开放的 最好的叫大平长的古茶林 那个地方 所有的游客来了 都会去一下来 就是看一下那个古茶林 看一个在子户 下山走了 这就到了景埋山 到此一游了 那人多了 有一个问题一定会遇到 大家我想同样也会遇到 上厕所 后来地方政府就提出来 程老师我们这个地方 游客都想建个厕所 因为很多人到这第一站 就到这下车 下车没厕所 这个不行啊 对吧 我们说为什么不行啊 他说那游客需要 我们说这是我们的遗产地 在遗产地 不是每一个游客的任何要求 我们都需要满足 这是一个我们遗产保护的 基本的原则 所以你放心 在这个古茶林的小唐郎 他不会有色恐 他也不会担心 他的朋友这样的人多 他是保护的 今天除了你们带来的问题 陈老师也带了几道题 来 把题目拿上 题目还很难 来 您给我们出第一道题吧 大家请看题白 以下的哪个选项 就是哪个民族 是属于居住在 景埋山上的五个民族之一 A 汉族 B 拉虎族 C 仪族 我觉得基本上 在B和C当中 可以选一个 仪族 仪族好像四川更多 是吧 云南应该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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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拉虎族 云南多 而且云南普尔 拉虎族比较多 我们普尔一共有 26个少数民族 对 我们所在南昌县 是拉虎族的县 所以他都好多少数民族 我们当年做过一个节目 有一个合唱团 来自普尔 就是全都是拉虎族 可喜欢唱歌跳 而且他们有自己的歌 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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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拉虎 害得拉虎 Star 高兴得不得了 选A Erfahrung 选A 的有多少 选B 有多少 我也选B 选C 的有多少 还是有一部分 来 看一下 选B 的占了68% 将近70 选C的占了30% 只有两个人选A 正确的暗示 A是对的 我就知道这道题 他在题杆上 因为他没说少数民族 他一直强调是 居住在井脉山上的 五个民族之一 但我又老觉得 不会那么简单吧 因为确实汉族的 随着历史的进程和发展 汉族的分布的之广 这五个民族之一 好吧 您赢了 给大家讲讲其中的故事吧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井脉山 看到三澳里一个小村寨了吗 对 我们井脉山上 一共有15个寨子 唯独有一个就是 汉族的寨子 叫做老酒房 他们什么时候去的呢 大概在清末 民国初期的时候去的 那时间不长 对 所以他们是后来者 大家想到了那个年代 茶的贸易范围 已经开始扩大了 很多中部地区 一些人他在这里买茶 那时候寨子里 没有投人的允许 你不能随便进去的 你知道村口 那个公共的房子呆着 告诉你进去 你才能进去 显然这种方式对贸易是不利的 等很长时间 茶都坏掉了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当然茶山随着时代进步 它对外的开放度 也在着部地增加 再说呢 这些汉族的小伙子呀 很有本事 他们做了很重要的事情 跟当地的小姑娘谈恋爱 所以呢 后来当地投人一想 好吧 那既然这样了 你们到远远的那个沟里面去 那也不中餐 给你们一块地方到那盖个寨子去吧 这也解决了贸易的问题 也解决了本村小姑娘的出路问题 汉族的小伙子呢 很勤快 很能干 他不种茶 但是他可以 为什么叫老酒房 大家一听就知道了会酿酒啊 所以跟少数民族以酒换茶 再把老丈人给灌醉 然后从老丈人家再拿点茶 而且他们带来了 汉族很多一些新进的技术 所以呢 也更好地促进了井麦山的发展 所以他天天走过来 他是个多民族融合 大家和谐共处 互相发展了一个 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地方 好 下一道题 下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啊 在井麦山的相亲会上 男生如何从茶中知道 自己被相中 怎么叫相亲会啊 歹竹 布朗竹 他们的小姑娘大了 晚上小姑娘是不能出门的 这个规矩还是有的啊 小伙子可以到小姑娘家 围着火堂 你们三个小伙子 都喜欢这个小姑娘 一起来没有问题 五个六个都没有问题 公平竞争 围着这个火堂 大家喝茶 这个小姑娘 就会给大家倒茶 倒茶 这个题目就是说 你如何从倒茶茶里面 知道小姑娘是不是喜欢你 通过倒茶的多少 B 茶叶 类型 C 茶中是否加了蜂蜜 在井麦山的相亲会上 对 男生是如何是茶中知道 别那么简单 你用现在的思维去想 或者用现在大众流行的思维 这蜂蜜就代表甜 就代表着情感 不一定 不一定 A 如果那么简单 你看你看他们 你看他们 刚说了两句 B B 刚才 A C C 选A的有多少 选B的有多少 选C的有多少 大家都觉得就蜂蜜嘛 哎呀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就当你第一眼就觉得 是的时候果断排除 我就是这么考上北达的 选A的23% 选B的只有18% 基本上都集中在C了 正确答案应该是 我们很有意思啊 这个第一个 我选 我选 A A 我选B A A 中间多的赢了 哪个是中间多 B A A是中间多 我也是跟着你们 在这混了半天 哎呀 最后还选了个错子 也是 他那个地方就中土二茶 所以选C的就想 又是茶 又是蜜 对啊 这个蜜是我特别改的 本来说是 茶中是否加了糖 我说糖大家没感觉 再说早期也没有糖 茶也是毒生毒长的 蜂蜜也是毒生毒长的 甜甜蜜蜜 一定会选蜜 老师多会给你们挖坑 挖的那叫一个细心 这个呢很有意思 大家去喝茶 那么喝茶 这个姑娘就会通过倒 来倒茶的这个里面 多喝少来去认 来判断她喜欢谁 所以最少的就是 她喜欢的 最少的是她喜欢的 对 那我多我倒掉点 那不管 只管她这轮 我们这轮说话 别说骗谁啊 你骗自己可以 对 那骗自己 倒掉之后姑娘说 不是你 你倒光了都不是你 人家小姑娘心里有感蹭 知道的是谁倒得最少 所以她主要是为了别说出来 是吧 这样的话 大家一看就是每一轮 她就倒得最少 就知道她喜欢谁 很维稳 喜欢谁 因为小姑娘凭什么判断呢 大家的言谈举止 来谈的 你这个人自身面很广 很有修养 她觉得很喜欢你 你这个人夸夸其谈 就会吹牛或者干什么的 太水了 她就会倒着水 茶就会给你多 就是水了 对吧 你这个人太水了 这个实际上大家想 我们中国有句说话 茶要倒瓣 酒要蒸满 就是倒瓣 就是倒个六七分 不能倒满 倒满就是送客 什么意思 倒满了你没法喝 茶水烫啊 你怎么端过来 一路撒 怎么端过来喝啊 就没法喝了 明白了 就说你该走了 我们大家汉州很多地区 就是茶满就送客 这是一个基本的 那完了 每会人家给我端满杯茶 我都说谢谢啊 来来来 多聊会儿 多聊会儿 这么多茶 多聊会儿 还可以 撒了这么多 谢谢我干了啊 来 接下来 这个奖牌留给您 掌声有请陈老师 为我们拍奖 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一些 我们关于井埋山圣仪背后的故事 那么实际上井埋山大家看 不要看它面积不大 这里面蕴含的这种生态的智慧 蕴含的很多一些故事 还是非常多的 这篇古茶林呢 叫做《芒井山古茶林》 也叫做海 الك团队 也叫做潘埃论的故事 它是我们井埋山上面历史最悠久 因为呢面积也是最大 再说人文气息最厚重的 这么一片古查雷 为什么说它人文气息最厚重呢 因为在这个山上面 有我们布朗族最神圣的查昏台 就是既是他们查主的地方 查主是谁呢 就是带领他们最早来到 锦来山的部落首领 叫帕艾伦 所以这个山也叫帕艾伦山 这个台呢 大家看中间一个高大的柱子 就代表查主 大家看查主上面圆的 一圈一圈的像一个塔顶样的 这个就代表了 它的我们锦来山上的五个民主 旁边这个横的板呢 上面有大家看有云彩的图案 还有各种小动物 犀牛 还有各种一些鸟类的动物 就代表了我们古查零所带的 一个大的生态系统 好了 大家肯定要关心问题 那查主怎么守护查零呢 大家要去锦麦山 尤其我们布朗族 每一个茶园之间 没有说篱笆分割开 这是你们家的 那是我们家的 没有这个民主的界限 那么这个里面怎么管理呢 好 每一片古这个茶园里面 它都会选一个查魂树 他们老人讲 就是这片茶园 最遭栽的那棵树 就代表着茶主 来巡护每一片茶园 所以在你这每一片茶园里面 你的所有的行为规范 是要受到约束的 比如说你不能随便 砍一些高大的桥木 你更不能 刚才说因为没有界限 我就越界 去采人家的茶叶 采了我们茶主是看得见的 茶红树是看得见的 那么我们 逮树是不是一样呢 逮树 它不是说一片茶园 有一个茶红树 当然它在一大片子里面 它会有个叫茶王树 同样功能是一样的 它会选一个长得最好的 它在巡护的管理的这一片茶山 不一定是一户人家 这一些就是典型的 从我们的茶文化 很好的对我们古茶林实施保护 茶主信仰是我们井脑上特有的 那么关于这一点 也在今年世界一餐大会决议上面 写到了它的决议里面 因为这种特殊的茶主信仰 让我们的井脑上的古茶林 能够千年的传承 这一棵大家有谁认识这什么树吗 山树 榕树 非常正确 这个就是一个高山榕 榕树 五十米 是我们盲井 就是布朗族的一个叫 风神树 你们看着透明的都要留下来的油 对吧 蜂蜜嘛 所以这个树上面有七十多个蜂草 我们布朗族人家非常爱护它 这个地方 你不能爬去 不能爬到树上去 在这个树底下不能大声喧哗 蜂蜜它不会去采的 不会去干扰 因为它爱护蜜蜂 所以你一样想茶林长得好 离了这个船船能守怎么能行 所以蜜蜂保护好了 等于保护了古茶林 那么好 我们镜头往下走 大家看下面的 风神树挨着一条路 路上面就这个斜坡 大家看它中间一小溜 有好几根横着捉嘎的地方 这是干什么的 大家猜猜看 这是什么 采蜂蜜的干什么 桥 桥从哪走到哪去呢 那上面没有路啊 倒水管 引流的 接水的 淫水管是吧 暴风区域 像那个戒杯一样标杆一样的 是吧 从这就开始进入到古茶林了 对吧 倒汗物灶省得影响蜜蜂了 是吧 这个其实是什么呢 是养蜂蜜的箱子 在我们井卖山上 它养蜂 它是野生的蜂 它就是用一段大的木头 枯木倒掉了 中间把它掏空了 两头做个盖子一堵上 自然的就是一个蜂箱 蜜蜂很喜欢这种环境 一下就钻进去了 但是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这 关键在哪呢 并不是每一个蜂巢里面 蜜蜂都会去 这个时候 他们当地人就会认为 你们家蜂箱里 如果一年一个蜂都不进来 一定是做了对井卖山 什么不好的事情 人家的蜂箱里 进了这么多野生的蜂子 你们家一个也没进 你肯定不是在里面砍树了 就是做什么其他事情了 你很多东西别的瞒得住 这个藏不住啊 也许说我是冤枉的 那眉眉的地方说 你跟蜜蜂去说 对吧 你只能说蜜蜂 你赶紧来我们家 这可以 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就是我们通过这种 这种一些日常的这种行为 然后来体现我们这种 井卖山这种高超的生态智慧 所以国际专家来的时候 在封城树 一定是带他去看了 看了 看了以后 我们也把这个例子 讲给他听了 他非常赞 他说我们整个山 就是这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地组合起来 才能把我们井卖山 实行了千年的传承 第三个讲的就是寨子 这个寨子呢 叫做井卖大寨 它是带珠最早来到山上以后 建立的第一个村座 他们的首领赵努辣 追寻一头金马路 最后呢 这个金马路就在这个山前消失了 然后他们就跟着 在这个地方建站 金马路消失的地方 他们就建了崽星 把后面高的地方 当做神山 这个崽星干什么呢 这是崽神居住的地方 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 崽祖保存的最好的 那叫诺岗古寨 大家看最中间圆 最圆的地方 就是它崽星所在地 周边的建筑 基本都朝它开门 所以在诺岗是最典型的 有点像童星园一样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部落 一个部落的一个相信力 一个凝聚力 它古时候就靠这个部落的力量 来维持整个部落的发展 所以这就是保存最好的 大家以后一定也会去的 崽星 崽星 也是这个村里一个公共的 一个宗教活动的场所 有很多的公用 比如说 你一个人 在古长林里面砍了树 或者犯了什么错 那你一定要先去向崽星请罪 然后呢 还要做些工业 慈善实验 比如说你可以村里修一段路 修完路了还不行 为什么呀 你年二八九都修完了 谁知道谁犯的错误 对不对 没人知道 没有警示作用 你还得到旁边写一段话 谁谁谁谁 因为干了什么什么事情 才修了这一段路 这个就是我们 景埋山里另一个横断的 相规名约 对我们景埋山保护的 非常重要的作用 景埋大战呢 它历史上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交通枢纽 你要进山都得先进过它 也是一个景埋山上的查 进行贸易交易的地方 我们以后开放的 大平壮古查林就在它旁边 大家看红线旁边 我们古查林上面有点白的虚线 对吧 这个就是原来我们整个景埋山上的一个交通腰道 所有的我们过境公路都要通过古查林的核心地区 我们觉得所谓的过境车辆 它的尾气大量地进入我们古查林里面 对吧 对我们的查医的质量一定会有影响 我们就整个把它移出来了 道路的改道 对我们大平壮古查林的保护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 山山的这一条路 大家去了景埋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你总觉得车在 咯噔咯噔使劲地响 为什么呀 基本都是贪使路面 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把它改造成百油路 那开车舒服呀 行车快呀 但是不仅是我们 而且村里的老人 也一直所不能修 我们维持现状的贪使路 为什么呀 修了百油路 大家想 它的气味有可能都会影响我们古查林的质量 而且呢 觉得时代感太近了 一看我们这么有一千年的这么一个古查山 结果一个百油马路这么新的 在我们山上跑了跑去 瞬间把我们的年代拉了只有十年 因为村里老人的坚持 把这个公路一直保持着现代比较原始 但是呢 非常生态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是新的时代 他们有新的相归名约 一上去我们都能感觉到景埋山悠久的历史 它的这种原生性 原生生态非常好 所以要给大家说的这个就是 我们在景埋山的生意过程里面 这些我们不仅仅是政府 而我们景埋山社区 居民 大家做了很多的努力 当然也有很多的牺牲 那么还要给大家讲的村落 关于村落的很有意思的事情 它有寨星 寨神 它外面有什么呀 有神树 景埋山 每一个寨子 它外围都有一些神树 大家看这个就是我们保存最好的布朗的寨子 就是翁基 大家一定以后要去了景埋山 一定也会去这个地方 打卡的 再之外 大家一圈高大的树木 大家以后去了景埋山 见到这些高大的树 你最好不要靠得太近 更不要在它上面 说这个就扯点东西 那个东西弄弄 尽量扫住这个事情 他们当地村子就说 小朋友去玩了 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比如他都扔石头子了 回去就会生病 然后他们就会找在这里的人 去给他算算 得罪了哪个神树 盖进去 当然这个是他们的一套历史的 古老的做法 可见他们平时非常尊重和爱护这些神树 从我们现代的角度看 这些树干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非常好的 界定了这个村寨的建设范围 你不要再向外扩展了 因为外面什么 外面就是古茶林 你不能把房子 今天我没地方了 想盖了一道古茶林 砍了古茶树 再来盖个房子 对吧 不行 所以实际上 我们这个树围了一圈 围起来一看 就是这个村寨的边界 大家如果有学规划 或者国土规划的同学就知道了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要画的什么样 画的生态红线 所以实际上大家想 我们这么古老的时候 就想到这种办法 来很好的界定 我们村寨建设的用地 和外面古茶林的用地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古茶林才能保护下来 没有这些规矩 我们古茶林哪能传得了 一千年传承下来 传不下来 所以我们就说 井外山有非常好的生态智慧 这套机制 也是对我们现代的人类 文明发展非常有启示作用的 这个才真正符合了 我们世界遗产的含义 小井脉 大智慧 井外山的古茶林 这是我们中国这么多 优秀的茶文化里面的一个代表 我们有很多地方 每一个茶山 每一个茶区 每一包茶 可能都能讲出非常动人的 背后的故事 我们相信我们后面 还有很多的 我们优秀的茶山 能够步入到我们 世界遗产的名录里面 把我们中国的茶故事 讲得更好 好 我今天所有的演讲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陈老师 再次掌声感谢陈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奖 谢谢 整个开奖听下来 我在想 刚才前面我们交流的部分 已经讲到了那么多的细节 那么多的故事 没有想到 在整个开奖的过程当中 提起所有这些细节和故事 仍然如数家珍一般 所以我在想 很多的小指条问题 在问 13年怎么坚持下来 怎么坚持下来 我想这个问题 可能已经不需要 陈老师再来回答 通过刚才的这种演讲的状态 你们就知道 是什么 让一个人和一个团队 能坚持13年 他一定是因为热爱 一定是因为他感到有趣 他能够从中学到 很多的东西 我想这可能就是 我们在人生道路上 去追求每一个目标的时候 应该有的一种状态 很多的小指条问题 非常感谢大家 但是最终我只选择了一个 因为这个问题 我确实太好奇了 说陈老师您好 历经了13年 井脉山深移终于成功了 未来您还会为深移 继续拼下去吗 下一次会是哪里 又会是多少年的人生旅程 这个问题有点把我难倒了 终于确实是一个叫 我们刚才提出了叫 很辛苦 但是也乐在其中的工作 但是也是一个意义 非常重大的工作 比如像井脉山 对吧 没打开以前觉得 就这么大 一打开以后 怎么抽又抽不完 这么长时间就过来了 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 我说哎呀 再让我生八个遗产 我得掂量掂量了 我的时间还够不够 对吧 我说我这个遗产 生八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还是觉得自己 是个年轻小伙子 现在我觉得 上次央视采访的时候 我一看照片 我说我头发这么白了 你们怎么把我 头发拍这么白干嘛 这个一定是根据国家需要 只要需要的话 我想我一定还会在 遗产这个生八呀 包括保护啊 包括后期的管理这方面 做出我们历史能极的贡献 所以希望我们的年轻人 通过今天这一堂公开课 能够感受一下 不光是井脉山的风景 的历史 它的文化 更重要的是 井脉山背后的这些人 十三年的付出 在他们心中 时间只会让位给一件事情 就是全情投入 还有一点更重要的 是他们这种幸福的状态 如果你们也能达到 这样的幸福状态 那祝福你们 你们的每一分钟 都会物超所值 谢谢 再次掌声 感谢陈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 也谢谢各位的关注 下一期开讲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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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